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这范例 下面提供资料回答问题 分子形状 直线形有这些 角形就弯曲形 还有平面三角形 还有三角椎形 第一小题 分子偶级距是分子内各个见偶级距的向量和 下面合者分子偶级距不为0 不为0就具有极性 命不为0 极性分子 二氧化碳这里直线形 所以碳跟氧之间的见偶级距抵消了 所以非极性分子 再来这个以缺 直线形的 所以见偶级距也抵消了 再来三氧化硫 这本告诉你 它是一个平面三角形 长这样 这一个双键 这两个单键 所以见偶级距也抵消了 硫的垫覆度比较大 这样子 再来安 是一个三角锥形 身边有个固垫子对 所以见偶级距向量和是往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极性分子 再来二氧化氮 这里它写个弯曲形 二氧化氮长这样 它有个基电子 是自由基 这个min不为0 即性分子 所以第一题答案 注意 第二题 有关上面分子跟离子的结构 何者正确 A 只有双原子分子 才可能具有直线型的构造 不一定 双原子分子 什么 这两个是 这两个是 二氧化碳有三个原子 已缺有四个原子 所以不一定 B 相同形状的分子 其原子的架电子总数 必相同 这个是不一定 你看 这么多直线型 但 52得10 氧 622 一氧化碳 4加6是10 这边12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也不一定 未必 C 同组元素跟氢原子结合形成化合物的时候 氢原子的数目常是一样的 我们看这里谁 H2O 跟H2S 阳流同一组 同一组 架电子数一样 所以搭配的氢原子数目一样 没有错 诸 分子中所有原子的架电子数 总和是24的时候 就是平面三角形 看这里 平面三角形 这个架电子数 你算一下 没有错 都是24 西珠 再我们看1 根据上述 根据上述 可以预测 亚硝酸根 不可能是脚形 氢 氢 价电子数5 氧6 22 负1 再加1 所以总共18个架电子 周围氧原子用掉 八个架电子 有两个 所以中性原子氮 还有两个架电子 所以这个是脚形 所以这个是脚形 这个没有错 B 共架件的偶极锯 是因为 间接电子对 在两个间接原子间 分布不均匀 所造成 没有错 产生的部分 正电荷 跟部分 负电荷 C 直线型的分子 不可能 具有极性 这错掉了 像这个绿化氢就有啊 氢原子跟绿原子 电荷度差异 不一样 一氧化碳也是啊 HCn 这都直线型的 但是有电荷度差 所以都有 间偶极 极性分子 周 极性共架件中的电子对 通常靠近 电荷度比较大的原子 没有错 因为电荷度大 吸引共用电子能力 比较强 一 非极性分子 可能具有极性的共架件 没有错 举这个最常见的例子 二氧化碳 碳两之间 具有 间偶极 指向氧原子 但二氧化碳分子直线型的 所以这两个间偶极抵消掉了 所以它间偶极的向量额 min 是0 所以是非极性分子 但具有极性共架件 答案选错的 答案C 我们看这一题 下列七种物质中 具有极性的有极种 这是直线型的 这形状要非常熟悉 画得很快哦 直线型 所以抵消掉了 二氧化碳也是直线型的 所以间偶极具抵消掉了 这两个都没有极性 再来 流化氢 再把它想像成水哦 水是个弯曲型的 所以流化氢也是一个弯曲型的 精健庵 有一点 那 tragic状态 wr记 вз他